辽国南部阿斯坡省萨南赛县 遭遇前所未有的水患 我们在这边的水患 惊恐瞬间深印脑海 洪水冲毁下游好几个村庄 萨南赛县县政府周围 到处是受灾家庭 住在帐篷里 从天空这样鸟看整个状况 刺激上比我们想象的 目前看到的都还严重 刺激志工踏过泥泞 走进帐篷复卫送暖 真正能复卫到的 好好的落实来完成 温暖不准来自台湾 辽国 泰国等善心团体 有的帮忙煮饭菜 有的用卡车在物资过来 萨南赛县的小医院极其简陋 平均每天有四个新生儿出生 上百名患者在帆布围棋的救诊区 排队看病 这是一个医院 但是它很小 而且它的患者是很低的 也有病毒 我们可以帮助他们 天下一家庆 慈激志工勘灾行 包括百会官员建立沟通管道 了解受灾乡亲的需求 慈激志工被复扶会床 以及毛毯 因为灾区道路中断 被迫引起发放 水患摧毁许多家庭 还有不少人客 睡在学校的教室 救援之路还会继续